記得在去年我到日本福岡 那一天剛好軟體鷹 鷹球 所以跟市長坐下來第一件事情 他說福岡有一個軟體鷹 我說我們高雄有一個台鋼雄鷹 我就把我們的吉祥物送給福岡市的市長 結果接下來的會談裡面全部都在談棒球 其他的事情都放在一邊 所以是很多大家生活的中心 因為棒球從小時候看鴻一宗打棒球到現在 很多的這種 差不多啦 差不多我們古山國小的 所以這個是很多台灣人共同的感情 以前起來看棒球到現在 我們剛剛有幾位說我們對這個啦啦隊也很有感覺 很有興趣 真的非常感謝很多人大家共同努力促成我們台港雄鷹到我們的陳慶如球場 那當然其中還有一位是我的兄弟人 這個蔡其昌 蔡委員 都知道海下來了不是啦 他能夠這樣存活下來 應該是這樣想 要是沒有棒球迷支持你的話 你大概 因為他在立法院推動這個運動產業發展考慮 然後有一些租稅的優惠 我們市政府也配合我們這個立法院我們其昌院長 跟我們兩位委員大家的努力 那有更多的人可以來關心我們的運動賽事 讓我們的球員能夠有更好的環境 那我們市政府未來當然也會跟我們台港雄鷹密切合作 我們該做的事情我們一向都不會少 我們會全力的來支持台港雄鷹 那去年已經拿了兩個冠軍 今年努力一點 搞不好今年齊開得勝對不對 冠軍獎盃就留下來 那這個我跟會長保證 我也跟我們所有的球迷跟球員保證 我們南部人在聽人 都是聽到大家有感覺的 我不會聽到就沒感覺的 唱清楚說一說 所以球場 還有我們周遭的包括這些交通 那只要我們台港雄鷹 在當 在碰到很那種很困難的事情的時候 高雄市政府跟我們所有的球迷 我們一定會挺身而出 做我們台港雄鷹的啦啦隊 最後還是要真的感謝我們這個社會長 因為台港雄鷹看好高雄一直持續的在我們這邊 不管是從教育或者是在球隊 在各領域的投資 讓我們高雄能夠發展越來越進步 這個蔡其昌會長的有感覺 來我們高雄不一樣 很溫暖 所以我真的要非常感謝 最後當然要感謝我們的球迷 我們都是台港雄鷹最堅強的後盾 所以4月我開場 這個第一場比賽我一定會去看 我一定會 我不會一個人去看 我會把所有的高雄鷹群都集結 第一天就要嚇破對手 齊開得勝 好 最後要祝我們所有的貴賓 還有我們的球隊 大家一切順利平安 美夢成真